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都有血糖高的问题 虽然高血糖不一定是糖尿病 但是如果长期血糖高而不控制 久而久之,血糖居高不下 就会对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 甚至会导致糖尿病 因此,一旦知道自己有高血糖的问题 就应该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这样就能够预防糖尿病 还能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 五种能够帮助降低血糖的天然方法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1.用全穀物代替精致穀物 每个人都知道 有血糖高问题的人要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建议大家用全穀物代替精致穀物 全穀类食物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消化 对餐后血糖的影响比精致穀物更小 全穀物就是粗粮 它富含善食纤维 而且包含着丰富的营养成分 营养价值比精致穀物更高 全穀物包括糙米、燕麦、玉米、蕎麦、梨麦、糕粮等 但是也要控制全穀物的摄入量 使用过量也会导致血糖超标 二、适量使用富含个和铭的食物 研究发现 个能帮助胰岛素促进葡萄糖进入细胞内的效率 是重要的血糖调节剂 可帮助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除了个 补充铭也可改善饭前和饭后的血糖值 同时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因此大家平时可以适量使用一些富含个和铭的食物 富含个的食物有苹果、鸡蛋、牛奶、糙米、鸡兰花、牛肉和玉米等 富含铭的食物则有坚果、酪梨、豌豆、奇亚籽、紫菜、黑巧克力和南瓜等 三、饭后一个小时原地踏步 血糖高的人可以在吃完饭后一个小时 做简单的运动 例如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是一个非常轻松易做的有氧运动动作 在餐后一个小时原地踏步15到30分钟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让细胞新陈代谢加快 能量消耗增加 还能消化摄入的碳水化合物 对餐后血糖调控非常有利 大家也可以在原地踏步的时候这样自然的甩甩手 能起到很好的保健养生功效 在做的时候最好能够连贯性的完成 尽量不要断断续续 这个运动安全性高 不管是男女老少都适合做 大家不妨试试看吧 血糖高的人平时应该多食用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膳食纤维能够减速胃排空速度 增加胃耐溶物的粘度 可减缓消化速度和加速排泄胆固醇 使血液中血糖和胆固醇控制在最理想水平 因此对控制血糖有帮助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应该多吃富含上食纤维 和升糖指数低的食物 例如各种绿叶蔬菜 和升糖指数低的水果 如酪梨和饭食流等 有血糖高问题的人平时要多喝水 这里所指的水是白开水 而不是任何的饮料 这是因为导致血液中糖分含量过高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多余的糖分没有及时排出体外 多喝白开水有助于泌尿系统的运行 增加排尿的次数 可以帮助身体冲洗掉血液中多余的糖分 这样对降低血糖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